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六祖大师降龙 六祖大师他就知道慧能大师 其实慧能大师他有法力的 很厉害 那个时候慧能大师碰到有一条毒龙 龙有善龙 也有毒龙 这条龙是专门喷毒 吐物 那么人一旦中了这物理的毒就会生病 那么甚至会不治而死 当时在南华寺禅堂内的那个地方呢 原来有个叫毒龙潭 这毒龙潭的面积大概有一亩地 谁也不知道这个龙潭里面有多深 都说里面住了一条龙 这龙呢不是个好龙 是一条毒龙专门害人 把南华寺所有住的这个出家人都弄了 常常生病不能修行 有一只六祖大师来到那龙潭 他就献了一个大生 这条龙啊 把自己身体啊献得很大 然后把整个一亩地的龙潭 全部盖住 六祖大师一看 呵呵呵呵呵 笑起来了 哎呀 你只有献大生的本领啊 却不能献小生啊 你单单能献大生 我想还不是什么大本领啊 这龙听了六祖大师这么说 就把自己的大生啊 一下子变没了 过一会儿呢 又献出了一条小生 这条龙身被他变了只有大约几寸长 在水里啊 游来游去 六祖大师说 哦 看你的确是有点本领啊 能大又能小 但是你能不能跳到我这个玻璃来啊 我相信你不敢跳进这个玻璃来的 这时龙在水里听了之后 扑通一下 就跳到六祖大师的玻璃去了 大师说 哦 这回你自动进来的 可出不去了 这个龙在里边使出了浑身解数 想往外跳 可是怎么也跳不出去 上了个大当 大师就向他说了 你不必挣扎了 你今生何以会变成龙身啊 因为你前生本来是个修行人 也有善根 曾经闻过佛法 不过你的称慧心太重了 脾气很大 这叫乘机戒缓啊 所以你现在才堕落为龙身 你不要以为自己本事很大 能变大变小 变有变无 哈哈 你现在变到我这个玻璃来 可就出不去了吧 大师还在跟他讲 龙听了这番话 被他降服了 就不再往外跳了 于是六祖大师 为他说法 他文法明白之后 就拖了龙身 这条龙的尸骨 曾经在南华寺保留了很久很久 以后因为战争冰火的关系 这个龙尸呢 后来就没了 这是六祖大师在南华寺降服读龙的 一段因缘故事 所以龙的因果呢 是因为它乘级戒缓 我们不能学龙一样 就是说 我们学博的人 修行时很用功 那学博法一学呢 就会 这叫乘级 但是呢 我们不守戒律 因为学得快 所以呢 变化也快 所以呢 又因为戒缓 戒律 缓就是戒律做不到 所以堕落做畜生 所以我们人 如果不能忍耐的人 他只能做一个普通的人 你去看任何做领导的人 他都能够忍耐的 任何位置越高的人 他忍耐度越高 因为我必须 有厉害 对